吃了瘋椒 這個事情很好笑 就是 我那個 這次露營啊 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其實時間很趕 所以不能有什麼閃散 閃失 如果 如果有一天狀況不好的話 下次就要趕快補壞就好這樣 然後 後來我就發現 吃了一個瘋椒之後 狀態齊佳 簡直就是 錄到製作人不想讓我回家 這樣 所以我剛剛吃了瘋椒 我現在覺得喉嚨很滑 很爽 我的靈魂滑出來 好像情話 天啊 好冷喔 對不起 什麼 下一首歌 那就算我放棄了世界 然後 大董老師現在彈的是烏克莉莉 然後這是一個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版本 它很清澈 它 這是一首 我希望它可以很清澈的歌 好 送給大家 再趕快先說等它一下 好 其實我在台北場的時候 我有說 就是 就是 這首歌令我非常非常的意外 因為它是我的那個 串流上面 點播率最高的歌 這樣 可是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小小小小的作品 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在台北場 我就說 可能就是因為 無數無數個小小的 最後就會變成大大的 然後 就其實大家都很需要 這個小小的地方 被連結 我想 我可能 就是我 一個創作者的 的 本命 任務 是什麼的話 我發現可能就這個 這樣 唉 逃不掉我的命運 來了 就算我 放棄了世界 請你別放棄 就算我始終願意 靜靜聽你說 聽你走路的聲音 聽你的進步 聽你打開一扇門 讓回憶流過 許 或許有時候殘忍 或許有時候殘忍 或許我從來沒有 完全一個人 或許我從來沒有 當我想牽你的手 當我想牽你的手 當我想你一起走 當我下你一起走 就算我保护着自己 请你别放弃 就像我始终愿意 感觉你的痛 感觉你慢慢松开 紧握我的裙子 感觉在某个瞬间 我们都知我 或许有时候残忍 或许有时候天真 或许我从来没有 不只一个人 当我想牵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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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吧 不需要 困惑 我身体会在某个瞬间 我身体会在某个瞬间 在某个瞬间 我身体会在某个瞬间